大马行管令延长至2月18号收紧SOP 墨西山公布全国冠病基本传染数 并且针对未来单日新增病例做出预测 阿穆扎西表示 没单官做不了事情 究竟这番话有何暗示呢 完整内容请留守2月2号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威明 首先来关注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曼莎比利的汇报会内容 除了12月 全国各州行动管制令 再度延长两周至2月18号 也就是农历正月初期 原来关注国防部长 saya nak ingin maklumkan bahawa setiap keputusan dibuat adalah berdasarkan data yang telahpun dikeluarkan oleh KKM Rentas Negeri sehingga hari ini apabila kita buka Rentas Negeri satu ketika dulu ianya telah menyumbangkan kepada kes positif COVID-19 ini terdapat 31 kluster yang berkaitan dengan Rentas Negeri jadi ini sebagai salah satu contoh sebab itu kita memberikan penekanan bahawa Rentas Negeri masih tidak boleh diberikan kerana ianya membawa kes positif membawa pada peningkatan kes positif 换言之 农历新年的前几天 民众还是不可以跨线跨州回乡 此外 政府将收紧标准作业程序 限制超市的人数 至于洗车业 理发店等等的领域 房长表示 依然在仔细评估重新营业的风险 截至昨天 全国冠病基本传染数是1.15 而柔佛的基本传染数高达1.2 为全国最高 其次是吉隆坡的1.19 以及雪州的1.16 卫生总监诺西山在公布有关数据时指出 如果以基本传染数1.2来计算的话 估计我国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 会出现单日8000宗的新确诊 第二周更会出现高达单日1万宗的情况 而针对网民询问 在无法全面关闭经济活动的情况之下 卫生部是否有什么替代方案来应对呢 诺西山回应道 关键重点是在于遵守SOP 武统兼国政主席阿末扎西 今天在脸书发文述说他的无奈 感叹自己没有官职 做不了什么事情 只能够在能力之内 尽量为人民利益发声 他表示 自己阅读网民的留言 了解到人民希望他针对失业 压力 生活艰苦等等的民生课题 为他们发声 而他也会尽力这么做 但他指出 如果所提及的课题 不获当局重视 只能够向人民道歉 可是就不晓得阿末扎西的这番话 是否有任何的暗示呢 换个焦点 财政部长东姑塞夫鲁指出 大马皇家关税局 在2020年的总税收额为 386亿6600万令吉 高出预期的363亿500万令吉 其中关税局去年追回了大约 53亿8100万令吉的税收流失 比原定的29亿6300万令吉目标来得高 另外关税局总监阿都拉底夫也透露 关税局去年击破2104宗涉及香烟的案件 共捣破估计8亿9446万只的丝烟 价值超过7496万令吉 涉及6亿6190万令吉的税款 至于酒类和啤酒方面 关税局处理了738宗的案件 共捣破估计173万升 价值2236万令吉 涉及4524万令吉的税款 最后把焦点转向国际 缅甸军事政变进入了第二天 军方开始对缅甸政府部门进行大规模清洗 包括外交部、国防部等等的 11个中央政府部门的部长被撤换 另外还有19个部门的24名副部长 也被解除职务 军方同时任命11名新任的政府官员 至于昨天遭到扣押的国务资政昂山书籍 以及总统温敏 根据他们的党的党员透露 书籍和温敏目前各自被软禁在首都内比都的住家中 另外我国驻仰光大使馆指出 目前共有600多名在缅甸的大马人向使馆登记 而使馆依然在收集其他地区的情报 并且呼吁在缅甸的国民保持冷静和警惕 今天大时机到此 感谢收看 鼓掌大 stitches